2012年5月 点树战胜乔治伊特黎里 获得大洋中重量级全盟 2013年2月 TKO既得大卫里内 成功背免大洋中重量级全盟 2015年7月 在参加澳大利亚国家重量级全盟 跳参当中点树再胜 对手本艾迪沃克斯 夺得澳大利亚的重量级 全盟头衔决业战绩战绩 15胜三封一平 8次比赛KO获胜 Pietro Graham,Australian Boxer,He is 1-193CM,I am Spence 1-194CM Red Hander joined in the professional boxing competition Stuson,Dino Holder of Australia,Highweight Champion And his professional reports,50 wins,3 losses,1GO,8GO in 19matches His technical assignment is compared to his same technicals Red Hander Steel,First Fighting Boxer 請全體起立 接下來將奏兩國前首國歌 All rise please 首先演奏坦桑尼亞國歌 It's Deb to play the anthem of continue Hi idscara2 ソース I've created You've seen 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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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将奏向澳大利亚国歌 Nopolis The Awesome of Australi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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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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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thpiece, wait. OK, let's go, let's go. OK, this is 12 rounds, OK, come on. 12 rounds, OK? I want you to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OK? Careful with your head, careful with the low blow, OK? Touch gloves, good luck to body. 大家看到呢, 這是WBO的洲際重量級 12回合的前方章馬戰, 這是來自坦桑尼亞的非洲冠軍, 對面呢是來自澳大利亞的大洋洲冠軍, 兩大板塊展開動撞, 兩大板塊,對。 這個從剛才介紹呢, 大家也能夠了解到, 这两位拳手都具有相当强化的战技 对 实际非洲拳手啊 我们以前转播的看的比较少啊 他们的特点就是 有非常好的先天的这种力量 抗击弹能力 哇 澳大利亚的拳手啊 应该是澳洲的职业拳击手的水平啊 始终比较高啊 澳大利亚而且也吸引了很多的 世界高水平的拳击手 在那里 向大家所属于的前二次的拳手 自由 就在那 而且澳大利亚历史上也产生过很多的 世界职业的拳马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如果说前30秒是 坦萨尼亚拳手给对手一份大礼的话 那么30秒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双方已经进入稳扎稳达 谁都不想随随便便的 让对手轻易得策 哦 坦萨尼亚的拳手 虽然客载 但他贴身近战 真的是有一套 而且他的进攻的速度 节奏得很快啊 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 情况冠军啊 格拉汉 38岁啊 有点不太适应 这坦萨尼亚的选手呢 名字比较长 我们就叫他艾利弗恩斯 艾利弗恩斯 对 艾利弗恩斯 多少少您看他防守还不错 对 他身高臂战 应该说战友绝对的优势啊 只不过刚才上来以后 坦萨尼亚的选手呢 这个进攻的速度和节奏特别的快啊 对 有几具冷泉啊 全能击中他 一旦坦萨尼亚选手的进攻的速度和节奏慢下来之后 我想澳大利亚的一个选手 格拉汉 把这个节奏和距离控制住之后 艾尔应该说他还是具有相当杀伤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 是一场那个典型的小打大的比赛 对 其实两位选手从体重上来看 因为这是重量级 我们知道重量级那是体重 完全放开的了 但两个人的体重 像格拉汉尼的体重达到113公斤 而他的对手体重是接近100公斤 两人体重实际上差了26斤 对 那么在身高臂展长度方面来讲呢 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个 格拉汉尼 格拉汉尼啊 澳洲大代数也占优势 我们看到一旦节奏下 慢下来以后 这个格拉汉尼的前手的刺拳和直拳 打得还是很有威胁的 清击的这个拍击木板的声音 这是提醒排财和拳手 距离这个回合结束 还有10秒钟 10秒 哇 雷上来挺很火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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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好 现在双方的第二回合即将开始 如果说双方第一回合是属于遭遇战的话 那么在十二回合的比赛里边 现在双方战略布局来讲 通常是分成几个阶段 比如说前四个回合 第一阶段 中间是过渡 那么最后呢 九到十二回合再组织 但是我相信 经过双方第一回合交手之后 两个人 可能这场比赛都不愿意把比赛 突然到最后 我们看谭三价选手 我们看他的进攻就是 非常勇猛 乱拳 就是乱左右手的摆拳 他没有什么 有些准备 就是说有些设计 对 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规律和章法 对 看上去好像没章法 但实际上呢 这种看似屠夫式的 有些粗暴的这种打法 恰恰 就是他特点 就是他特点 我们想起那句话 叫乱拳打死老师傅 对 哥拉汉姆很有经验 打对方的内部 双方直拳对直拳 显然哥拉汉姆要占优 对 只要坦三价选手 他的节奏慢下来 他进攻没有那么凶猛的话 哥拉汉姆的前手拳控制之后 他的后手的直拳 这种杀伤力肯定是很大 对 看句话是这个比赛 对于这个坦三价选手来讲 出路就在比赛的前半程 如果不能够将对手 在前面八个回合拿下的话 那么进入到第九回合以后 恐怕十有八九 对 是凶多吉少 所以通常来讲 这个身材矮小的地方 他面对身材高大的对手 他一定要加快进攻的速度和节奏 他才有可能获得 比较好的进攻的距离和机会 一旦他慢闷腾腾被对手控制之距离之后 应该说他就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们看这个哥拉汉姆的前手 次拳 直拳 非常的重 对哥拉汉姆来讲 他38岁 这个体能是他的一个 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 所以就像你讲的 谈谈尼亚先生要想获胜的话 一定要在第一阶段 或者第二阶段的中间阶段 加快进攻速度 消耗对手的体能 他如果不能够调动那个大个子 让对方疲于应付的话 自己一旦体能没了 节奏下来的话 这比赛就很难打 这只有两侧摆拳啊 113公斤啊 这个 这一拳打出去的力量相当的大 当然坦萨尼亚这个拳手 我们可以看到他呢 这个两侧的防护也不错 刚才 这也是平时啊 扎持基本功练就的 这一拳是来自菲律宾的丹利克斯 把上方的第二回合结束 从非洲情况来看 现在这个职业拳击 多了是他的历史啊 和现状 你给观众介绍一下 应该讲呢 非洲的拳击历史呢 并不短 但由于他受很多条件的制约 始终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 因为非洲选手 他大部分是黑手选手嘛 对 他先天的这种啊 技术类型啊 包括他的这种 力量啊 包括他的抗击量能力 应该说 作为拳击这个项目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先天条件 但是由于呢 他的经济的原因 包括这个开展的 不是很普遍的话 拳手呢 普遍得不到那种 很系统的 很科学的训练的机会 也就是说 所以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发展 土地呢 很肥沃 但是呢 由于耕种的这个工具 条件有限 是是是 所以影响了他们 对于全球这项 职业全球运动的开发 对 非洲选手 加纳的选手啊 应该说 从职业全球角度来讲 涌现过不少 非常伟大的拳王 他们都是到美国 或者到英国 来发展 对 非洲本土的职业全球 应该说 总体来讲 水平不高 我们看 这个回合一上来 坦桑尼亚全球啊 就加快了进攻的 速度和节奏 他的防守还是相对比较好 但 要想真正的 给对手啊 格拉罕姆 沉重打击的话 他也真的给动动脑筋 因为对手啊 毕竟是身高 而且胯大 而且力量也很好啊 对 哇 这个前手直拳 非常有力量 非常有力量 我看这个 格拉罕姆吧 还是非常有经验 第一个回合被对手啊 这个摆拳啊 击中几次之后呢 没有疯了 对 刚刚开场 他其实前30秒是有点被动 但随后他稳住阵脚 对 当然呢 在随后比赛里面 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各式所长 而且比赛打到现在来讲呢 我觉得虽然表面看 这格拉罕姆个子大的 好像有点小优势 但是未必他能笑到最后 这比赛很难说 拳击是一向 一拳就可以改变比赛结果的真相 就像刚才的夏生凯 夏生凯 一记精准 有力度 杀伤力的拳击中之后啊 真的这个比赛结果瞬间就啊 发生变化 从夏生凯 拿到WBO世界拳击组织的 次中两级的拳王 冠军头衔来讲 是非常高兴的 但从拳迷来讲 可能觉得并不过于 哦 看看 这个澳大利亚的拳手 连续的进攻 而且他的后手 这个鞋上 四上而下的百拳 丹尼斯在给坦三代先手 赌秒赌到8 他很有经验啊 数到第8的时候才站起来 对 哇 这个百拳 非常的有力量 哇 现在这个坦三代前手 也有点急了 嗯 完强 他采取这种 几乎狂野式的这种打法 嗯 但是呢 格拉汉姆 毫不说连续进攻 但是可思让 澳大利亚先手 到了中意角 再给坦三尼亚的 非洲冠军补秒 5 6 6 7 8 8 8 好 又一次 第二次被击倒 爬起 重新站起来 比赛继续 如果再次被击倒的话 比赛就终止了 一个回头三次被击倒 哇 居高临下 斜下钩子 左右手的这种啊 对 重拳呢 这是 坦三代前手非常喜欢听到的声音 他现在要坚持几秒钟 好 铃声响起 第三回头救命的铃声 救命的铃声 这个时候这个铃声是坦萨尼亚的拳手 埃里夫恩斯最希望听到 最期待的 最期待的 而这个格拉汉姆很讨厌这个铃声 对 一分钟的休息 对 现在已经 一直没闲着 一直给别人在签名 坐在旁边的是WBO的职尾 吴士牛先生 吴士牛 对 他就看格拉汉姆他的进攻啊 在这个回合 本来坦萨尼亚的选手 埃里夫恩斯 马布克已经加快了节奏 想打对手突然袭击 但没想到对手的准备更充分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大个子 毕竟是大洋洲的冠军呢 对 他的抗击打能也非常强 从他的这个职业战绩和他对手的水平来讲 应该说也比坦萨尼亚拳手要高 所以他这个 从战绩的含金量来讲应该说超过对手 刚才裁判在休息的时候也问了他的教练 坦萨尼亚拳手的教练和他 你还能再打一个回合吗 他表述可以 好了 你别说这个坦萨尼亚这个拳手啊 还真的表现不错 非常不错 在恢复比赛之后 可以看到他重新调整 而且现在心理上应该说 这也反映着这个拳手他的素质 对 他不触对手 非常的顽强对 其实职业拳就需要这种精神 噢格萨汉姆又是抓住机会 连续的 像锤子一样啊 两拳 但是后手的直拳非常的威猛 前手直拳也劲道十足 哇白拳 打内部非常富有经验啊 内部对 上上下下啊 现在我们看这个 哎呦呦 这是今天比赛第三次被击倒 三盘达里克斯直接终止了比赛 对 那么从这个坦桑尼亚的前手 阿里芬斯 马斯马布克的眼神来看 他一脸的疑惑 他可能对菲律宾的台材啊 也是有一点自己的这个 嘖 嘘 小不满 不满 好想啊 没有没有 OK 好 这场原本是十二回合的比赛 现在 在第四回合 01秒的 1分01秒的时候 被宣告结束 我看到 两位拳手在台上 应该说都 竭尽全力 那么尤其是 澳大利亚拳手 本身来说 在身高上 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那么 我们台下的观众 非常亲切的叫我们坦桑尼亚的拳手 小黑 刚才我听到 期待着小黑哥在场上 能够有好的表现 虽然 这场比赛 在第四回合 61秒中 他就被对手 KO了 但是应该说 小黑哥 艾利芬斯 马斯马布克的精神 仍然感动了我们 好 同样我们把掌声 送给这场比赛 完胜对手 将对手 TKO技术击倒的 澳大利亚大洋洲冠军 皮特克拉哈姆 恭喜澳大利亚 皮特克拉哈 有请 颁奖嘉宾 苏州市体育局副局长 陈彦青女士 苏州定元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传播公司总经理 张鸿先生 WBO亚太区主席 李昂帕奴希洛先生 CBC主席WBO亚太区职位 刘定伟先生 PBC执行理事 于建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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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